請你們維持你們對國家的忠誠 還有行政的忠立 所以軍人不要干政 軍人當然也不應該被政治干擾 你們也不要有意無意當中 為了保自己的什麼位置 或者為了你自己的將來成等等的 去捲入到這個政黨政治 你如果要重政你就來重政 你只要一天是軍人就請你保持忠立 媒體都可以拿到的資料 我國會議員拿不到 這算哪門子的監督啊 趙偉各位委員很抱歉 那個當初這樣的事情 的確造成蠻大一個 我不能講說因為這委員是誤會 的確有一些問題 我就跟委員是用盜竊以外 造成大家困擾做盜竊 我一樣還是秉持這個原則 不分藍綠 一定是依法來推動我的工作 有不夠周圍的地方 我絕對會派人或者我親自 到委員那邊去做說明 跟請委員同意 是 就是 今天可能要聽 請你唱完的 哇 我有說我同意嗎 我們是跟辦公室 是 就是請委員能夠同意啊 對 是 請委員能夠同意 早上次長來跟我談 我也沒有說我同意啊 是是是 我要等部長啊 是是是 哦 是看部長嘛對不對 來我們23號 等一下再處理好了 剛才馬委員也有提到啦 就是說 就是說 我發覺就是 這一兩年啦 我們跟國防部要資料 屢屢都會 不管是 軟釘子硬釘子啦 或者規避啦 所以我一再強調憲法 講的就是你們就是應該中立 我國會議員行使我的職權 請你們要尊重 你們就做你們該做的事情而已 好 那 部長也是一樣 次長也是一樣 更何況 部次長之間也有證物跟藏物 好 大家把角色分清楚 該做我的權利的 請你們尊重 好 你們旅行憲法上你們該做的事情 我也是履行我憲法上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要我該要的資料 資料我要怎麼用 那是我的事情 但是我有權利要我這個 但你不能去評斷我要這個資料要幹什麼 這不是你們的事情 請你們搞清楚 好 請你們維持 你們對國家的忠誠 還有行政的忠利 這就是你作為軍人該做的事情 所以軍人不要干政 軍人當然也不應該被政治干擾 可是軍人也不要干政 你們也不要有意無意當中 為了保自己的什麼位置 或者為了你自己的將來成等等的 去捲入到這個政黨政治 你如果要重政你就來重政 但是你如果是軍人 你只要一天是軍人就請你保持 重力 這是我這邊我要再次聲明的 因為這個第一個過去這段時間 我起碼我的辦公室啦 別的辦公室我不清楚啦 我的辦公室要資料的確 有一些資料我們是要不到 要不然就推三組市 不然就一拖再拖 如果不是有預算審查 我看我永遠要不到 我連那個最基本的 那個搞不好你們都已經給媒體的資料 我也要不到 這是我為什麼生氣的原因 媒體都可以拿到的資料 我國會議員拿不到 這算哪門子的監督啊 所以部長 你在這邊你必須很公開的做一個承諾啦 這樣的事情 你們作為中華民國的國軍 效忠國家 遵守憲法 對於我們國會議員 我們旅行我們的職責 你們不分黨派啦 你們一律應該公平的對待 所有的資訊的提供都應該如此 那過去這幾年也常發生這種狀況 我們很多信息我們不知道 但是別的委員知道了 媒體也爆得一塌糊塗了 但這時候我們要資料居然還要不大 你說離不離譜 對不對 好 這個不是你特別會多少錢的問題啦 我還可以給你刪一塊啦 代表我的不爽而已啦 但是這是一個體制的問題 這是一個憲法的問題 所以部長 請你在這邊正式的跟大家講 你以後你國防部 你面對我們國會議員 不分任何黨派 不分朝野 我們履行我們的義務 權利 我們要求你們提供資料 你們就應該秉公 公平公正 大家一視同仁的對待 這是不能有差別待遇的 我提這個案最大的目的就是這樣 就是部長你必須公開跟大家承諾這件事情 請問那個馬委員要先說話對不對 好那先部長請回覆 那個趙偉 各位委員很抱歉 那個當初這件事情的確造成蠻大一個 我不能講說因為這為誤會 的確有些問題 但我先做兩點表達 第一個 我是跟委員是從盜竊以外 造成大家困擾做盜竊 但我要表達第一個就是說 我個人我很慶幸我自己 這一輩子做工作 都國防安全方面的事 國防安全有一個特別的一個特徵 就不分黨派 不分難度 所以我個人一直秉持這個原則 我在我腦袋裡面 就一切依法行政 這是絕對我打包票的 第二個就是我個人從軍事實現當中 我從在後備當時司令的時候開始 我就體會到 跟民間也好 跟媒體或跟委員的運作 一定要有一個原則 任何事情一定要有回應 不能講相應不理 因為我看過太多不理以後的後果 但我不想擔憂這後果發生在我身上 我硬要勉強去理 我想說人是常情 人家對我們的關切都以法有據的 從剛才江委員講的 各位委員是依法 來對我們官員做一個質疑 我們官員也有這個責任 有這個義務 更是應該要很具體的 接受被虛 所以我不會去做閃躲 但我也跟同學在強調 委員也好 媒體也好 就是說疫苗施打的數量 要造成數位分愛 厚於哪個單位 薄於哪個單位 造成這種問題 但我們提供以後 我要求我同學人 一定要去跟委員當面做說明 所以這回我跟江委員保證 我絕對不會講說 看哪一個人給資料 不會 那這回有關行政專機派遣的問題 我也查過 以前有提供資料 但提供就是 我們把這一個月或這一年 我們開的這個次數 跟這個經費 我會做一個表達 但裡面哪些人承載 我們沒有辦法做表達 因為以往他這個有規定 就像我部長 我做多少次飛機 我不會去跟人家講 但我這個飛機飛到哪裡去 這個資料是可以提供的 所以在這一方面 可能有做不夠作用的地方 我再次表達 這個很誠實的一個 歉意 造成大家這個 可能有點誤解 但我不認為 這個誤解是委員造成 是我們造成的 所以我認為 我特別的予以強調 所以以後我們在這工作方面 我一樣還是秉持這個原則 不分藍綠 一定是依法 來推動我們的工作 然後委員那個地方 有任何給我們知道 我們說有不夠周圍的地方 我絕對會派人 或者我親自 到委員那邊去做說明 這點再次 跟大家做一個表達 謝謝各位